有人知道这个圆盘是什么吗 它其实是来自顶级户外厂牌的 轻量化露营小圆桌 Side Table 来自Helinox 价格350块 有的人可能会问 这么小一个小桌板能有什么用啊 多鸡肋啊 圆大头才会买它吧 我就是这个圆大头啊 一开始我也觉得它挺鸡肋的 但直到我用了一次之后 我才发现 其实它真的有它的魅力 首先呢 它是少有的又轻又高的桌子 它的重量只有260克 可以承重2公斤 如果你是玩轻量化的露营 你就知道桌子呢 一般都是比较矮的 每次野吹呢 都要苦哈哈的坐在地上 而你用了它之后 就可以坐在椅子上 在一个比较舒服的高度 去进行野吹 第二 大家想象一下啊 当我们去到沙滩公园 或者是徒步骑车的时候 遇到了一大片美景 你就可以就地拿出这个小桌子 搭建一片空间出来 非常有仪式的 去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发发呆 聊聊天 给你的朋友喝点东西 非常的惬意 然后是它的缺点 其实我觉得 它如果能承重5公斤就好了 毕竟是Helinox家的厂牌 用了DAC的驴杆 它居然只能承重2公斤 这一点呢 就比较遗憾 而且它长得又那么像一张椅子 我身边的朋友都以为 它是可以坐的 我觉得它终究有一天 会被人坐上去 把它坐坏 然后呢 收纳起来 如果能再小一点就好了 一个大圆盘呢 还有三个凸起来的管子 真的让人很难受 但是 这样一个又轻 高度又适中的桌子 真的非常的少见 颜值也很高 就算是平时放在家里 也是一个绝佳的小摆设 如果你的预算充足的话 我还是很建议你去 充值一波信仰